哈喽里卡,大大马聊卡,想吃什么动手做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惹味的小吃 太味甜辣鸡翅 首先先将清洗干净的鸡翅 加入盐、砂糖还有胡椒粉 抓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 趁这个时候我们来调甜辣汁 在碗中加入生抽、蚝油、麻油、砂糖 辣椒粉 还有清水 将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 搅拌到砂糖完全融化 便可以将其放一旁待用 鸡翅腌好后我们加入粘米粉、清水 接着抓拌均匀 确保每一个鸡翅都裹上粉浆 抓拌均匀后便可以开锅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我们先来炸干辣椒 用中小火慢慢的煸炒干辣椒 炸到干辣椒鼓起来 颜色变得暗红色便可以离火 倒出沥油放一旁待用 接着我们来炸鸡翅 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用中火将油烧到180摄氏度 接着将鸡翅足够放入 鸡翅全部放入后 我们先不要着急翻动 让其先炸两分钟 确保裹着鸡翅的粉浆炸到定型后便可以开始翻动 在炸鸡翅的期间我们要不时的翻动鸡翅 让其受热均匀 保持中火 我们将鸡翅炸到这种浅金黄色便可以将其先捞出 鸡翅全部捞出后 我们转大火将油烧到200摄氏度 接着我们将鸡翅倒回锅中复炸第二遍 鸡翅倒回锅后我们快速将鸡翅散开 这个时候要密切观察鸡翅颜色的变化 当看到鸡翅炸到这一种金黄色时便立刻将鸡翅捞出 沥油放一旁待用 最后我们来煮太胃甜辣酱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开中小火 油刚开始热时我们将蒜蓉倒入 接着将蒜蓉炒香 当蒜蓉炒到这一种浅金黄色时 我们将干辣椒片倒入 接着将干辣椒稍微的炒一下炒出红油 然后倒入之前调好的料汁 保持中火煮酱汁 煮的时候要边煮边搅拌 将酱汁煮到浓稠 最后煮到酱汁像这样子缓慢流动的状态 便可以将炸好的鸡翅倒入 接着翻炒均匀 翻炒到每一个鸡翅都裹上甜辣汁 便可以将准备好的泰国青柠檬叶倒入 接着同样是翻炒均匀炒出青柠檬叶的香味 最后我们将炸好的干辣椒倒入 翻拌均匀一下便可以出锅 我们的泰味甜辣鸡翅便完成了 酥脆的鸡翅裹上甜辣的酱汁 一口下去香香的柠檬味扑鼻而来 接着会尝到的便是一丝丝的甜 最后助攻的辣更会让你在哈士哈士间停不下来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达达 沙瓦迪卡 拜拜 拜拜